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三皇五帝之圣不过十一 这一段时间 真正相信佛法 修学佛法 可以得国家长治久安 世界和平 确确实实能够达得到 能信 特别是直能够相信佛在金刚经上所说的道理 所说的修学原理原则 你能够相信 你相信呢 当然你就想发心去做 依照佛的话去做 这个新生起来啊 这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最重要的就是实际为人 这是真正的菩提心 真正觉悟了 我这个人在世间 我来这个世间干什么的 我来是为一切众生佛物的 我来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这个人呢 这个人真的觉悟了 我来到这个世间 决定不是为自己的 如果是为自己的 还要继续不断搞六道轮回 不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 各位想想 你一不是菩萨 谁是菩萨 菩萨成愿再来啊 道价慈航啊 我们那个心一改变 就是成愿再来 没发这个心之前 是夜报之身的 念头一转变 就是成愿再来 与夜报之身不相干啊 夜报之身 过去身中做的不善 要受苦报啊 大家这个佛经看得多啊 你就晓得 造什么样的物业 得什么样的苦报啊 这个念头一变 变成成愿再来的时候 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那个罪业谁受报了 没人受报了 念头一改啊 我这个身是成愿再来的 不是夜报身的 所以给你讲了 那个面貌体质会变 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问这是什么理由 理由 佛华人都说过了 静虽心转 相虽心转 先变了 他先变成菩萨性 所以他那个相就像菩萨 那个体质也像菩萨了 这个转变是最快速的 世间人想修善极德来改变 你们看了凡居士 原谅法那是极功累德 断卧修善 他改变了 改变得好慢啊 十几年才改变呢 这个金刚经 无量寿经 改变得快啊 几天就改变了 几天你不太容易见到啊 三个月见到 三个月的时间很短 三个月就看到 使人注定改变了 这是我们真正看到的 多无量寿经 多满几千遍 多满一万遍 多满两万遍的 读的时候 他还未必能改变 他真正都明白了 懂得了 经上讲 受持 受持是什么呢 依教我风行 只要一发这个心 我要依照佛的教诲 去休息 依照佛的教诲 去过日子 依照佛的教诲 去生活 这个念头一动 那个业力 马上就转成业力 比了凡居死 快得太多了 同样一个道理 你对佛的经意 是不是真的明白了 如果不是真的明白 你这个念头转不过来 真明白了 会转过来 一转过来 马上就见笑 就不一样了 行菩萨道 穿衣吃饭 都是行菩萨道 待人介无 也是行菩萨道 行诸作物 没有一样了 不是行菩萨道 这个意思很深 很广 但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 诸位要细心去体会 下面讲三种效果 为什么会有上中下三等呢 诸位的那个心不相同 对于教理教义 体会的深度不相同 体会的深的人 用心 真实 纯真 那他转得快 马上就转翻成圣 此地的圣 这是金刚经上的标准 语言叫初度以上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四十一位法身大四 这是一转 就入法身大四之流了 这上等的 中等的也是大人大智 大人大智 是将这身闻原觉全教菩萨 下等的 下等的善人 华人大智 贵心生活过的最好的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 至圣 不失 故也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正能幸福 发心行菩萨道 三皇五帝 至圣 也不能超过 能信发心行菩萨道 也不能超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